各家車廠在推重點車款 有哪些亮點 就是歡迎大家就來試駕吧 今天就帶您看看 最熱彈彈的 Shigoda KORAK 在綠島開放媒體試車囉 大家聚在一起 看看車子裡面有哪些新的好料 大家也在猜測 它的車架會衝著踢廣而來嗎 而除了最新的車款 今天同時帶您一口氣 仔仔細細的看這六七十台的實車 這下可大方還隨你挑請上車試駕 這個是車訊風雲獎 有好幾位我們熟悉的達人好朋友們 就上車大大方方敢一催囉 5008還有全新Discovery 6GT 甚至有人衝著Golf R來隨你甩 也猜猜看這台車到底是誰在開開那麼快呢 而今天的特別鎖定是休旅狂潮 當你一起來賞車更多高CP值的車款 又要鎖定今天晚上的5T夢想街 歡迎大家晚安 我是盈廷 世界各國都在對車子打分數呢 台灣也不例外喔 夢想街也經常性的會針對的 同一個價位區間把車子列出來 殘酷的一個一個一個的大分數 而最近這個週末很熱鬧的一件事情是 一堆的實車就擺在你面前 71台有7台沒單 那也有60幾台實車 大家就大大方放上去試車 把車子的性能還有各方各面的表現 一個個的打分數 所以最後評比出一些還不錯的車款 今天我們來看看是不是具有參考價值呢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的答案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市場先虛陳柏旭 Bob還有David Lee 以及西語龍新南哥 還有毒蛇車評莊威連以及Rick加入我們 今天這個五位來賓當中有三位 當天就到車訊風雲獎去評分了 這個評分還蠻過癮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媒體同業說 拜託啊 冰箱是我沒人跟什麼樣 拜託有時候我們要借車 車子還不一定有空 今天這麼好這些車就在我面前 一台一台挑出來 想試哪一台就是哪一台 想摔尾也可以摔尾 我們來看看這次大家選出一些 比較高CP值的車款了 那麼名單都在手上了 2018年度風雲車Honda CR-V 還有最佳國產小型車得獎的是Honda Fit 最佳國產中型車是Ford S-Core 還有最佳國產SUV CR-V 那麼一路看下其實車款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幫大家今天鎖定在SUV的部分 行哪個車去風雲獎 因為辦了很久很久了 大家我覺得一致的目標就是 一群媒體朋友們聚在一起 然後殘酷的使用 不是殘酷的來駕馭這些市售車款 然後殘酷的打分數 所以其實這個評分方式 當然很多人有不一樣的看法 但至少某種程度上車子聚在一起 你會覺得好像大敗敗 但是某種程度我們可以拿出 我們自己對這車的感覺 幫他打分數嗎 對啊 其實這個活動從05年開始辦 今年已經邁入第13年了 其實我記得幾乎我每一屆都有擔任評審 每一次到的這一天 我都覺得是個人的一個 金氏紀錄的挑戰 一天一天要開六七十台 所以一般人應該很難有這樣的經驗 那這個活動我覺得它從早期到現在 我們今年上禮拜剛辦完了 其實有滿大的一個一直在改良一些進化 從最初我記得它是一個純靜態的賞車 但是當時我記得大家評審就會說 如果車不能開 可能六七十它並沒有實際開過 可能會有一些公正客觀性的問題 後來到了前幾10年的時候 開始來到現在我們圖片中看到的是 新竹安駕 它並不是一個賽車廠 它算是一個試駕的駕馴的場地 那在這個主辦單位 再把它圍了一些部分的路段 來給這個評審做一個動態的體驗 那以今年來說 我覺得這個七十一部車入圍 那實際當天有些車商 可能車沒有辦法調來現場 就等於算是汽全 有七台沒到 所以實際有六十四台在現場 我們看到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滿難得 是因為我們平常試車 雖然偶爾也會做桌對極評 你可以開到同級車 但是一天要把所有車聚在一起 然後從小到大進口國產 全部去做一個評評算是蠻難得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評審當天也算是 你要喚起你過去一年 每一台車可能 以我個人來說 大概有七成的車我是開過的 所以我當天的一天 我就去放在那三成 我沒開到的車 對 因為我不可能 全部這七十台 我再過去一年都開過 而且你不可以一天把 那六十四台都開完 對 其實開不完的 當成我就是用這樣一個 心態去評比 那其實像剛剛一開始有聊到說 這個車有些是比較房車的 家居的 休旅的 有些當然是車廠派出的 是性能化的車 那它在這個集聚 會讓你有一些性能感 那這個場地其實有些人會 覺得說可能不夠大 為什麼沒有拉去國內 譬如說大棚灣或是更大的產業 但我們當初評審也有一直 給這個主辦單位一些意見 因為畢竟一般消費者買車 我們怕會失焦吧 所有重點都放在性能操控上 其實是有點失焦 會太過主觀了 那所以我們在評審團的部分 當初跟主辦單位 也有做一些協調 其實只有七成是專業 像我們在座的 就是汽車媒體人 但也不是說所有汽車媒體都有去 但是就是它的這次的評審 裡面有七成是汽車媒體 那另外的三成就包含了 像是一些律師 教授 或是當時有些藝人 大家對車比較有感覺的藝人 以及一些網路的素人 有大概三到五位 做一個綜合的評鑑 希望讓這個評審出來的結果 會更貼近一般人的一個需求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次的一個得獎名單 剛剛已經幫大家解釋 其實Bob跟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也會發現說沒辦法 遊戲規則已經訂出來了 所以2018 1月以前的車會納入 所以現在最夯的Vios Yaris就不在這次裡面對不對 其實這世界各國都大致上會有時候 我們講說要平這種所謂的風雲車 它總是會有一個範圍 就是說什麼時候出廠的車到什麼時候 比如說這個年度 那可能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上市的車才算數 甚至有些可能還有平 比如說要有車價 那不然的話法拉利來 它跑起來都比別人快 有時候它就會訂這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已經訂出來了 那基本上就是像Yaris跟Vios 這兩款車現在剛好新上市 那時間點它其實是落在它這個 所謂的評審的範圍之外 那當然就要看明年 所以如果以小型車來講 現在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扣掉Yaris來講 市場上不管是銷售量或消費的口碑來講 Honda Fit當然是很強 那如果Yaris進來 那到時候這些評審 他們評出來的結果 會怎麼樣也不太確定 所以呢 當然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變成 你就沒有辦法參加 那一定是這樣子 好 坦白講 這是有點小小的Bias 你也可以說有些車廠 可能頭部也好 你看像有比較高度性能的車 也來Golf R也來了 那當然車媒們會覺得試得很happy 那還有的是價位區間帶 有人說這個車這麼入門 那有的車是比較頂貴 就是這樣比一比你就覺得說 車價不一樣 它當然得到的東西也不一樣 那是個Bias 但至少大家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就鎖定在這次得獎的車款 最佳年度風雲車 去年是賓士 但今年是CR-V 為什麼評價會這麼好呢 我想這次Honda CR-V 能夠獲得這年度風雲車 我想這也是 應該是它應得的 因為我覺得本來這部車子 它推出來的確在市場上 也造成一個相當大的轟動 而且我必須說 一般來講這風雲車來選的話 除非你是選什麼跑車 或者選一些比較偏門性能車 不然一般來說 像這種比較大規模 然後廣範圍這種選秀 這樣的風雲車選秀 基本上選出來的車子 一定是大眾使用的車款 不管是去年 我們選出來是高級車的 像賓士的E-Class 或這次我們選出來是SUV 事實上我們說到SUV 目前就是目前市場上 最夯的一個級距 就像我們這次我們到現場去試 62輛車款 事實上分成了15個級距 可是有些級距 對不起 只有兩部車子 然後有些車款像SUV 簡直就是一片紅海 一個級距好多款來競爭 所以你在這樣一個級距裡面 你可以看出來一個級距的新衰 然後我們說到這個CR-V好了 CR-V會獲得出現 我想這 我覺得這應該是 大家都獲得大家認同 你就拿它跟它的銷售數字 放在一起 你覺得好像也不意外 它真的也賣得挺不錯 事實上當然風雲車 並不是跟數字來直接掛鉤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 可是大家購車的時候 這車的誘因會出來 對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 像我們評審我們也必須要從 大家在使用上用車上 我們來推薦 就好像推薦 你可以來選這部車子 而且這次風雲車 它的級距分成15個級距 事實上也已經相當細 然後再從這15個級距來挑 事實上這個CR-V 它在它的整體條件上 也的確符合這次風雲車 我們所設定它的未來性 一個市場性 或者它一個各方面的性能 或操控等等的 我們講這次的CR-V 它在主動安全 我們一直在講 Honda Sensing 講了半天就是說 我們在未來的這種SUV部分 大家重注意到就主動安全 過去我們只講什麼 S6G契拿或這個什麼EAC 這種主動行車穩定系統 那都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主動安全就是ACC 低速的巡航 低速跟車 或者是主動煞車 這些就是目前在購車上 你必須要注意的 這不管是SUV或者是房車 你都應該要注意到的 全部都是拔到最基本款 我們在選車的時候 一定要來做思考的 那我們在講的過程中 我一直發現 莊威廉手是這樣 你不是二代CR-V車主嗎 竟把CR-V進化成這樣 你那一台車 這一台新的CR-V 跟你那一台是完全不一樣的產品 當然啦 它已經過了這麼多代了 我覺得其實Honda 還是蠻令人佩服的 雖然我後來都沒有再往日系車的方向 那你心裡還是愛它 笨天火 對 像我們之前講Type R的時候 我其實有提過Honda其實是 就是它每次都會講夢想這件事情 就跟我夢想界很有關聯 它其實現在講的是Earth Dream 那早期它當然是 它有它的夢想 那它還坐到飛機 坐到什麼去 我講一下CR-V我的看法 就是在小型化的CC數的 這個引擎的 這一個範圍裡面 我覺得Honda走得比較快 在日系車裡面 那歐系的 歐系的最大的對手 大概就是VAG集團 他們有1.0和1.4升的 那這一顆1.5的引擎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基本上它有幾個蠻特別的地方 它整個就是要講求 它的那個引擎要很輕 比如說它火星塞也用了比較小顆 就省那麼一點點重量 然後它的那個增壓值啊 比他們有在Civic上面 其實曾經有發表一樣的引擎 它的增壓值比Civic上打的還要大 它打的增壓到1.275bar 這個就是差不多18.5psi 1.275bar 這個大概是什麼樣一個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15年前 20年前啊 很厲害的性能車 首拍的喔 就是很厲害的性能車 差不多也是打個1.28 1.38而已啊 對 所以這樣的增壓一提兩面啊 就是說第一個我要稱讚它的性能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 它的性能已經可以算之前自然進氣的版本 上一代自然進氣的 上一代引擎自然進氣的版本 2.4升也是190匹 它這個1.5升就可以到190匹了 我對效率好的 我都會舉個大拇指給個讚 這次的評比裡面 莊威廉是沒有去的 因為他是專任出了名的毒蛇 但這次有去我們現場5個 RIC有在現場評分嘛 然後行男哥 大偉哥 CRV你們應該普遍分數也是給的比較高的 所以難怪也不意外 普遍的大家願意給他分數比較高一點 但接下來我們要從市場面來看 我們並除了說一台車一台車這樣比較 我們直接來看銷售數字了 RIC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2017 2018的掛牌數量 我們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像第一季讓我們有點強心針 因為好像跟去年同期比 好像有進步耶 對啊 其實去年因為 去年一整年 就是台灣車市創下了44萬輛的 12年來的新高 我們那時候其實 今年一開始其實有很多品牌 還有很多財經系的一些記者們 其實大家都在問 這些消息裡面一直在傳說 今年是不是會怎麼樣 因為去年已經這麼厲害了 其實從第一季今年看起來 其實整個銷售暢旺的程度 應該還是在持續 尤其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比如說第一季跟去年的 第一季的比較 比如說現在左邊的是去年 2017年的第一季 然後右邊綠色的就是 我們2018的第一季 藍色是2017綠色是2018 就單月來比較 一月份也是2018賣的比較多 二月份也是 然後三月份也是 雖然說只多一點點 但是都是多嘛 畢竟就是多 都是叫去年就是成長了6% 然後其實這個成長6%裡面呢 其實我們觀察到說 好像這些銷售數字裡面 車系裡面有SUV的成分 其實佔比還蠻高的 就是等於說 這個一二三月加起來 Q1的總的車輛的銷售數呢 其實SUV的車款佔了45% 對 其實還蠻多的 其實我們可以從幾個品牌來看 比如說第一個像Toyota Toyota因為它Yaris跟Vios 已經都改款了 所以它其實市場原本的銷量 就已經還蠻穩定的 所以它改款之後 確實有一些消銷的效應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Toyota的Rub4 對 它一直以來都算是進口的 休旅車的No.1嘛 所以它也是持續的為整個 Toyota的銷售量在貢獻 像Honda我們都知道 Honda有雙V對不對 CRV跟HRV 那CRV的銷售狀況也是都是 每個月幾乎都是破千台的 像上個月的話 它就賣了1445台 那HRV也有1320台 所以在Honda在它整個 Q1的銷售量 1222台的裡面呢 它光是CRV跟HRV 就已經貢獻了2700台 快2800台 對對對 我們同時也看到Lexus厲害啊 今天變成豪華品牌二哥 Lexus變二哥 因為銷售量太厲害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 跟CX5的概念也有一點點像對不對 其實我們講說 如果你去看三月 其實三月說起來 對國產車來講是比較辛苦 那進口車來講 它已經到45%了 那45%它怎麼來 當然我覺得有兩個阻力 除了剛剛Rick講到的 那個CX5 CX5其實每個月應該大概 平均銷售量大概500台 但是它一個月卻交1000台 那簡單講 日系車都有這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這個車到上一個年度呢 或者它屬於熱銷車款 它的售訂產很高 什麼叫售訂產 就是指說 我已經下訂了 但還沒有交車 就累積在那邊的訂單 那大家都會想要買新年式的車 那如果你是12月去訂車 那你想說 那我既然要到差不多隔年 才能交到車的時候 我當然希望拿到 一月份生產的車 那就是正年份的車 不管是生產或者是領牌 都是正年份的 那未來中午車價會比較好 那你知道說日本其實是過新歷年 所以呢 一月份的前一兩個禮拜 基本上它還是屬於休息狀態 所以它產能全開要到一月中以後了 那生產的量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你到一月底生產完 然後到台灣 基本上就是三月了 所以它會有一個時間上的落差 那NX這台車從去年發表的時候 我們講說NX原來它這台車的車系 不管它的車格它主要對手應該是 X1跟X3 那車格上面來講是比X1大 但是沒有像X3那麼大 但是呢它後來出了一個 152萬起的這種NX200自然進氣 因為原來NX它有一個是油電的 是NX300 還有一個是Turbo的 那也是NX300 一個Hybrid一個300 那出了NX200之後 152萬 基本上呢 它不影響原來的會買雙B 或買Lexus 200萬以上等級的這些車主 那反而影響到誰影響到 原來的HONDA的車主 RAFO的車主跟Mazda的車主 因為我們知道這三個品牌 基本上都是口袋比較深 它今天會買100萬出頭車 並不是說它只負擔的起100萬 而是它買得起 但是它不想花那麼多錢 它口袋是夠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給它一個產品 比它原來買的 比如說HONDA CR-V 你要113 那CX5基本上它更高 有120、130上去了 那RAFO頂規的 其實基本上也是大概這個價位 那你如果加個20幾萬 因為我們知道說 Lexus還是會有一點折價空間 那它很有可能成交價 就低於150 那據說我再加個20萬 它已經完全兩個不同等級 因為是豪華極具的產品 所以呢 它就是從這三個品牌裡面的 頂規的車抓過去 所以它到去年的時候 一直都售訂產很高 那二月三月的時候 來了傳奇之後 它可以一千多台 但是一千多台消化完了嗎 還沒有 它其實現在售訂產 應該還有大概也有逼近千台 所以基本上 只要它能夠交一千 它就刮一千 那一千這個數字 當然很驚人 以進口車來講 對 因為我印象猶新 以Lexus來講 單月單一車款突破千台的 上一次是2004年賣RX對不對 對 一千九百多台 但是那時候的背景不一樣 NX當然這樣很難得 當時的RX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量 那時候是台灣的日系車是有進口配額 法規的配額 並不是說原廠說供應不及 就法規上就是一年只能進多少車 然後呢 那時候的日系車 有些熱賣的品牌 基本上大概到賣到10月就沒車了 那11月12月的業務員要幹嘛 休息 就是抓棒 我們就想說來 然後就好寫訂單就來寫 然後什麼時候交車 那一月以後的事情 因為它要隔年的事情 才有車交啊 所以那是11月12月累積下來的 然後1月一次交 那等於是11月12月2個月 等於是沒事幹 然後 擠在後面交車 但是NX不一樣 它是去年發表之後 第四季發表之後 它是一直都有在交車 扎扎實實3月份 一共交了1147輛 對 而且這裡面呢 佔比最高的 的確就是NX200 那你說這個產品呢 整個擴大整個Lexus的 整個休旅的版圖 當然有很大的幫助 那大家就想說 UX都還沒來 其實Lexus一直以來 都是算休旅一哥 因為大家都會講說 GLC賣很好啊什麼的 但是如果過去來講 就是RX其實是賣最好的 那現在有NX 那接下來也有UX 事實上它在休旅這個產品 這個急劇裡面 其實一點都不弱 所以呢 我覺得 但是大家又看到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那Lexus會不會就第二了 因為它拿下B&W 那我覺得 目前來看它是B&W 但是我覺得也還 比較難這樣下定論 因為B&W它就是德系車 那德系車基本上 B&W的原廠販德在訂車 基本上它在訂車的時候 它訂11月生產 然後給1、2月賣 那12月生產的車 它一台都不會訂 因為你12月生產的車 比如說我如果進去 像David這種成功人士進去 你這個車12月生產的 那為什麼不買1月生產的 我買新年式就好了 那1月生產的車 現在才剛到而已啊 所以它對於3月掛牌 其實就會中間有一個 很大的空窗 所以是策略問題嘛 就是這傳奇也有關係 它是客觀條件限制 所以現在是讓你當二哥 所以這個 過去是因為賓市第一 B&W第二 Lexus第三 那中間有一點落差 所以季節性的這種消漲 並不會影響到這個排名嘛 那但是因為今年Lexus還不錯 那B&W相對起來 是有變得比氣勢 比往年弱嘛 那這兩個差距接近了 那有這種季節性的消漲的時候 就跨上去了 但是會不會變常態 要再觀察 還要觀察 事實上 這個Lexus它在這第一季 拿下第一名 就像剛剛Bob哥講的 這的確是有它的一個條件 但是就像Bob 我們剛剛在討論 事實上這種EA2B對不對 這事實上這格局是不會變動的 像這B&W 它雖然說在第一季上面 它讓銜了 但是我們別忘掉 它的主力X3 對不對 就我們去年才發表的 這X3事實上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成長空間 是因為它的第一階的入門車款 是到這個月才開始出廠 才開始強烈 對 所以這個量還在擴張當中 它是20i 對 20i 事實上 所以時間上 時間點現在就要第一季過 所以這時間會開始在發酵 它的市場 我們還可以在預期 X3還有一個因素 X3過去 B&W的整個銷售 還有這個整個物流 是有點改變 你知道B&W的X 就是X家族 基本上都是美國生產 過去進口國還是德國 對 它是從美國 是要去德國 然後再到台灣 時間很長 現在可以直接從美國進台灣 但是合格證要重辦 所以它中間就有一段時間 沒有合格證 就交不了車 所以呢 X3基本上也是屬於這種 就是反正現在交不了車 就等在那兒 對 所以現在要講 那個市場的 誰第二 誰第三 現在還太早 是 就是現在有點像是 後來我先去念你 走來去 我的車來 你就知道死了 那種感覺 那種味道 但事實上 不得不說 Lexus它的產品 是非常的有高度競爭力 尤其是你看 NX200 就是在NX車系裡面 1147個掛牌 所以它就佔了875 是賣得非常的好 那同樣的狀況 我們要來看 因為大家都要買新年式 現在進到三月份 那CX5呢 不容小覷 你要知道 它賣贏很多車的啊 對 我們剛才其實有聊過 這個Rick有計算過 CX5它也是破千台 在這個三月的 一個月都500 600在賣 對 那現在目前正18年的 國內總代理CX5 其實它車型錄據 有些調整 所以首先是我記得在17年 我們有試過CX5 其實柴油也賣得還不錯 當然它車價比較高啦 那18年現在已經暫時 沒有在引進柴油車型 那如果以柴油 吸叉我跟汽油比較 我個人試過新的 我覺得當然柴油在你 瞬間加速扭力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我買 吸叉我會選汽油版 我覺得它的動力調的還不錯 開起來不會跟柴油 太大的落差 那這個售價也會比較漂亮 從99萬8起一直到 頂規旗艦的117萬8 那今年總代理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在春九歲的公告 CX5新年份開放了 NRCC的全速域 從原本的30到145公里的作動 一直有這些車主在抱怨說 為什麼別的經驗對手 通常有可以讓它停下來 Stop and go 那車廠總代理也聽進去了 跟日方爭取 甚至有些日本的車型都還沒有 接下來它之前都已經賣贏庫格 賣贏水 現在又給它全速域加進來 對 現在就加進來 我想說會迎合一些 國內消費者的一些需求 都有這樣方向 我相信它應該 銷量也會慢慢再更好 這樣反映出來 那另外在Volvo的XC60 這個車印象中 除了我們剛剛一開始 這個車型風雲獎 它也得了 在國內也得了一個進口中型SUV 也算跟國際接軌 我印象中像北美的風雲車 這個世界風雲車 以及日本風雲車 拿了無數個風雲車大獎XC60 在國內去年下半年也上市以來 它目前整個車的賣相 也是非常不錯 那它首先除了外觀上 我們看到它就是 就很特立的這種 北歐的設計美學 它其實有點像XC90的 在縮小版的這樣的一個造型之外 它動力很多元 我們它有D4 就是2.0柴油 以及T5、T6、T8 就是2.0渦輪、2.0雙增壓 2.0雙增壓再加Hybrid 不同的動力讓車主去選擇 我覺得這個車 搭配現在這個新的SPA底盤 以及Volvo向來的強項 就是它的安全性 在歐美評價都非常高 那這台車型也算是未來的一個亮點車型 那另外我們最後看到是 Audi的Q5的部分 它也用了這個新的MLB的模組化的底盤 就是重置引擎 以及它這個Quattro的Ultra 新的一個系統 搭配它的動力也有分成 35的TDI 以及45的TFSI 就是2.0的柴油、2.0的汽油 那另外Q5也滿特別 它還有一個性能版SQ5 我們現在在車展也看到 它是3.0 V6的渦輪 就用不同的一個動力選擇 對 這是我們現在鎖定在SUV上面來看 我們也來針對SUV 這次得獎的一些車款 來帶大家瞭解 最佳進口的大型的小型的SUV 是Mitsubishi的Eclipse Cross 然後中型SUV就是剛剛說的 Volvo的XC60 然後進口大型SUV是Land Rover的Discovery 可是這次呢 剛剛我們一開始 是不是看有一個快車俠開得很快 那個人叫David Lin 你試了好幾台 你也都試SUV 我發現你有試5008 你也試了Discovery 新的Discovery 那我們先來看看5008這台車 我們剛剛在聊 其實很多人都說 小小的被市場低估了 因為其實這台車也還不錯 講到PUGIO 5008 事實上這部車子 真的很多人都不認識它 包括我們在內 因為這部車子是 它這次出現 最早出現是在台北車展的時候 它亮相 但是大家看到這部車 還不知道這部車 到底是何許而言 因為大家都無法幫 把它聯想到 它的上一代車型 那上一代的5008其實是一款標準的休旅車 七人座休旅車 也就高高胖胖的 對 就MPV的休旅車 而這次它已經轉型成SUV 而且它就像我們講到的 就像Tiguan 那Tiguan有它的七人就有All Space 然後或者是像Skoda的車款 它有這種家常型七人座車型 而這次它5008 其實就是它的3008的七人座車款 而這部車子它在這個外型上面 你就會感受到 它跟一般的德系的直來直往的 那種樸素的風格是不一樣的 它的外型非常的法蘭西風情 你從造型來看你就覺得它很不一樣 雖然它也有點方方的 也有點直線條 但是它就有它不一樣的存在感 至於你坐進它車內的這種駕駛座 你會覺得這部車子 真的是跟其他的這種SUV不一樣 因為它的方向盤 人家是下面是平的 它連上面都是平的 上下接平 因為我有法式浪漫 我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它也是要因應它的一個駕駛儀錶板 12.3吋駕駛儀錶板 它走的是類HUD 就是它雖然沒有一般我們的液晶那種 就透明螢幕的 但是它把它架高一點 讓你的視線可以平直的這樣看到 所以它車室裡面的配置 讓人家坐在裡面 也有賞心悅目的感覺 對 很特別 連它的排檔感都很不一樣 事實上你整個體驗起來會覺得 這部車子好不一樣 而且這部車目前也沒有 因為開放給過大量媒體試車 所以我們來這種風雲車 你就是衝著這台車試試 對 趕快來摸摸看 然後這部車子當然 它的這種在現場展出來是 這種GT車款 然後比較高價位的 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什麼都有 ACC什麼 可是憑良心講這類車型 因為法國車在國內一直屬於一個 小型的小眾市場 所以也就趁著這個機會來體驗 的確還是滿不錯的 所以難怪你那天就突然間開心了 那個車速就有點快了 在安家中心這樣 咻 咻來咻 是 開得很開心 是上法國車的底盤 有它的一定的調性 它不是那種硬邦邦 但是它一定是軟硬適中的 對 但這次SUV 畢竟你看剛剛得獎這幾名 應該沒有它 但有點可惜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Discovery 全新Discovery Rick有開對不對 然後新鮮哥也有開 我們剛剛還在有點小討論 我說新改款的樣子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我比較喜歡之前的樣子 可是你們都覺得新的 是比較符合年輕世代 Rick你有開嗎對不對 對 我有開到 其實之前在等於說車訓風險之前 其實我們就有進行過 這個單車的試駕 當然在全新的Discovery 就是它之前跟最主要的差別 是在它已經用了全鋁合金的車體 所以它在車身的重量方面 足足減了一百九十公斤 你看跟上一代車型足足減了一百九十公斤 所以它整個操控方面 在這上直直接比較正面影響的 就是所謂它的油耗 那它現在是搭載三點零升的增壓引擎 所以等於說它原本這個Discovery的車型 你開起來啊 你在坐在駕駛座 你不會覺得這台車真的那麼高 真的那麼大 對 它其實在你的駕駛視野 其實它當初在車輛設計的時候 它就已經幫你考量到駕駛的視野 對 所以我剛一開始在講說 新的Discovery它長相怎麼樣又怎麼樣 那我的朋友就會跟我說 Come on 它是Discovery 享受它 Enjoy 你幹嘛管它變什麼樣對不對 新南哥 你們有去吞嗎 這台車 對 其實我的外觀的部分 我先有跟幾根影響 算我滿支持你的 我也喜歡舊款這樣比較方正一點 那不過以外觀它 我覺得它會做到這樣比較高頂的話 當然就是考量到空間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台車其實第五代 它一樣是這個七人做的LCLV 所以當天我也特別到第二排 甚至第三排看一下這樣的一個空間 的確它在第二排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的車頂的確 以我的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就真的滿寬敞 滿寬裕的 其實我當天並沒有很用力去開這台車 因為我覺得它的 我光坐進去 看到它的方向盤 然後看到它的英國的音響 我就光聽廣播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台車的質感 非常棒 我跟統哥 其實這台車沒有很用力開 我們都坐在車裡面 你們坐在裡面睡著了嗎 感受它的質感 哇 這個車內裝真的很棒 對 就是真的是英倫的那種風格 所以像張乃婷就在裡面打滾 對 那車子就那麼大很棒對不對 威廉 對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 本來是我們大家是一起都是開911的 後來它這幾年就是迷上了撩K 你知道嗎 要去撩K 我要講一下這是D5嘛對不對 最新一代 D5被老派的所謂的硬派的 也老派的所謂Land Rover的玩家 在出來的時候其實就不看好 因為它取消了非乘載車身 就是沒有大量的 那 我的朋友分享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的觀點我想要 我沒有先跟他講 但是我想分享一下他的觀點 給各位觀眾 就是說 什麼車系啊都有所謂的硬派 支持硬派的人士 包括像911是最明顯的 像不喜歡現在的PDK啦 不喜歡車身那麼大 很多啦 但是呢 他一句話我覺得蠻發人身心的 什麼車系 什麼車廠牌或是什麼車系 都有所謂的硬派的人 可是無奈的是新車總是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同行的人呢 有一台已經有人簽了去撩K了 就這一台 你說新的Discovery 去撩K喔 對 然後他說 他根本原廠胎都沒換 什麼地形 地形系統的什麼檔位都沒開 他沒有按那個全地形那個旋鈕都沒有 對 他就直接就過去了 就是他們還過得很辛苦 所以他認為這個車子就是新的 其實還不錯 尤其他們要撩K的 常常會去換比較好的胎 就是因為那個路面是比較onroad的 所以說 雖然這個外型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接受 跟你很難講新一代的未來 是不是他們會全面的為了輕量化 所以你也同意我 我就是覺得新的外型 我比較沒辦法講 當然啦 就是你是硬派的 給我 你算是硬派嗎 我就覺得我比較喜歡舊的樣貌 但是你說這台車 他就是底子裡面說硬派的人不喜歡 他換的這個底盤 但是他的底盤是 他就是一台Range Rover 那你如果從這角度講 到底是車廠給你Benefit 還是把東西偷掉了 對不對 看你要愛贏啦 當然是給你更好的東西 但是這台車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大概有開過這車的人 都對這個車其實印象蠻好的 這台車能穩 能穩雲舞 對 在裡面又舒適又豪華 對你可以去撩開 但是你平常開這個車也是很舒服 我如果要這台我絕對不會去撩開 而且我覺得他的車用系統 現在Jaguar Lenovo的車用系統 是所有的車用系統裡面 我認為最容易使用的 他的使用體驗最接近 一般的智慧型手機 你會覺得說 現在的不管是什麼 賓士的CAMMAN 或者是什麼 ODI的MMI這些 都需要試硬器 你都需要學 但基本上這個東西他不需要學 他就像手機一樣使用 而且他的整個美術的呈現其實非常好 我一直覺得他這個系統 你用到他的Intouch系統之後 你會覺得其他家的系統 覺得好像是上一代的產品 他們就說教練帶我去越野 我就這個很不會開車的人 我就按那個全地形 我什麼難關我都過了 我就覺得好聰明 車子太聰明對不對 可是你要講說比較大尺寸的SUV 那也絕對不能賣掉 這市場有一定的銷售數字的CX-9 CX-9空間沒話講 那操控因為是馬斯達也是沒話講 對 CX-9基本上是北美來的 北美推出給北美用的車型 那北美的車型SUV是非常競爭的 你像CRV這種這麼小台的 真的都是一個人兩個人在開的 沒有說我們台灣人 高中生在開的 還要塞到什麼五六五個人這樣子 那如果CX-9它的競爭 CX-9在美國看起來 就是說在本地看起來也是夠大台 因為我們常常在那個Plaza或者是一些 那些那個Outlet或什麼地方 停車場裡面會常常看到 那你反而再小台一點的 他們開起來就是不習慣 你旁邊就有一個CX-9粉絲啊 新南哥啊 我們去試過嘛 然後它的安全也會讓你覺得還是蠻蠻擋的 而且它車式質感很好 對 車式質感就是基本上就是 之前我們曾經在節目裡面提過的 馬自達3或者是什麼一些新的 基本上整個設計的那個語言其實是很有質感的 在日系車裡面我給它的質感就是最對我的胃口 對 那身為馬自達粉絲 我覺得上述這一切都不重要 這樣講好像不太對對不對 因為接下來大家都把眼睛放在了北京車展 我們可能要看到的CX-8 CX-8有佐駕版在中國大陸出現 是不是我們可以幻想有機會來台灣 我覺得可能有耶 因為基本上有的新聞 已經是有那種訊息出來 是由長安馬自達負責生產 那基本上我覺得 因為CX-8在2017年最早的時候的新聞稿裡面 其實提到的是說它這個是在日本銷售而已 並沒有跨出海 那現在既然已經有開了中國這條路之外 其實其他的地方其實基本上 因為現在像馬自達基本上在台灣也都是進口 就是如果原廠的政策是有相符合的話 其實我覺得未常不可能 這一切好像變得有點複雜了 重要的是CX-8和CX-9太相近了 對 對不對 因為它的車身大小呢 CX-9都稍微大一點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它大概大多少呢 它的長大17.5公分 就是差不多這麼多啦 就是一個手比6這樣子 對 然後寬度呢大概12.9公分 大概這樣啦 大概食指和拇指啦 那高度呢只矮了1.7公分 等於沒有啦 喔 就是一個拳頭的刀子比變半個拳頭 我覺得特別要講的啊 我覺得大型的SUV裡面 CX-9算是比較矮的 所以怎麼看都很帥對不對 對 你問本思有什麼用 它就喜歡啊 它只有1.7 像CX-9只有1.7.4.7 1.7.4.7 那CX-8目前看到的規格是1.7.3.0 是173公分啦 就比如說像我的身高站在旁邊 我還可以再比它車頂高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車子的差距本來就 那個尺寸本來就不會那麼顯著 有時候我們就看十幾公分 每次我們都看什麼軸距增加 都是只有幾公分啊 重點是 現在像現在很多車我不能買 就是因為我家地下室其實不夠高 你只要超過180了我就不看了 是 真的 超過180一點點了我就不看了 就以實用性來講 你會自為就去這個樣子 這個大偉哥就沒有困擾了 他家什麼車的 他家就很大啊 可是事實上像剛剛講的 CX-9跟CX-8的這種狀況 其實就像台灣這Toyota 它有引進這Sienna跟這Alpha的 因為事實上 大家都也都希望能夠把市場做到最大 但是又覺得怕引進兩個人的話 會互相打架 所以你怎麼樣把這市場做出一個區隔來 可是問題是 現在CX-8跟CX-9 它的差距當然我們說有這個6 這個17公分等等 但它畢竟它就是一個 就同樣都是7人座 這市場進來它價格或什麼 它能不能做出一個最大區隔的話 除非今天CX-9還做出一個226的 就是6人座的頂級版 那把它這市場再拉出來 一個高規跟這種一般的廠商 事在人為 對 這個看 可是問題是原廠也沒推出這樣子的車型的話 你也就很難講了 但沒辦法 這是一塊未來大家都要耕耘的 應該說大家都要去搶食的一塊很大的市場 不然你就看現在福特 福特幾乎把它的重點都放在SUV上 如果還講這種大尺寸的SUV的話 Explorer就不能漏掉 當然春久那天他有拿出來讓大家看 但是又不能開車子進去 你好像在國外車展已經看了這台車 事實上有在國外車展看到這部車子 事實上這個Explorer它這部車子在國內 在國外原廠它已經也是 是一個有相當長的歷史 然後在國內要引進的打算是 2011年引進的第五代車型 然後是2016年小改款過 這款車子老實說 林婷你有沒有覺得它跟哪一部車子很像 剛剛我們才介紹過的 Discovery 因為這部車子 對 一切的一切 這部車子的總設計師 Jim Holland 他就是當年設計Range Over的主飾者 所以在整個設計上面 他很有Range Over的風格 你看它的 Logo也是橢圓形的 你看它的A柱 B柱還有它的D柱 跟我們剛剛講的Discovery 事實上很像 都是Black化 就黑掉的 然後整個車頭的構型 你看它也長得很像Discovery 也很像Range Over的風格 事實上它整個一個尺碼 它就一個標準的七人座設定 就5加2座七人座設定 它打的也是目前CX9 目前是這樣最夯的市場 然後在整個動力上面 這個福特六合也點出來 它一定引進的是較小排氣量 2.3升的EcoBoost 這也是比較討國內市場喜歡的 因為它動力的 這排氣量或動力輸出 都是蠻符合市場需求的 另外在它的主動安全上面 像ACC什麼的一些 該有的主動安全 事實上在這部Explorer上都有 然後現在大家要注意 這部車子 它到底價位會定在多少 對 這是現在大家比較矚目的對 你現在看起來這個車很大台對不對 超大對不對 你覺得它比CX9大還是小 差不多嗎 它其實比CX9小 還比它小 對 它其實比CX9小 因為我看過實車 我不覺得它很大 對不對 Explorer 所以其實這個 但是這台車比較特別是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引進 因為這台車並不是全新改款 它在一個產品算是 比較偏後期的時候 那我自己大膽推測 就是因為有一些考量 就是可能給一個還不錯的價錢 那你要不要賣看看 對 不然的話理論上是不會在這個時間點 去引進一個這種在產品週期裡頭 不是屬於一個 不是最新的 對 不是一個最新的時間 所以就是奇怪對不對 就是試賣看要試試水味 那價錢一定要抓著CX9 比CX9划算 CX9可以賣很大的量 CX9去年賣多少台 它賣1700多台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月有150台的量 也被當作大尺碼CX9 而且CX9基本上都賣頂規 賣179萬 所以它那個課程的購買力 的確是講說 Mazda的車主的購買力 其實不低 對 確實 那這一群客人 願不願意去買一台 看起來很像樣 但是品牌上面來講 沒有它是一個福特 並沒有像Mazda 有那麼高的吸引力 至少長得像Land Rover 不是 像Discovery 我覺得沒有問題 絕對沒問題 但是如果說這個休旅車 大家在推有大有中有小 那當然就是要盡量延伸 連Model X也要改變 它未來可能推出Model Y 比較小一點的休旅 那我們講說 現在休旅車只有一款 絕對不行 大中小其實都要有 那當然Tesla主要在美國 那我們 我們剛剛有 威廉有提到 說像比如說CRV 我們稱為叫中型SUV 但是 CRV是中型 CRV很大台 已經很夠用了 他們的覺得 美國人覺得中型SUV 應該是吸他酒 在美國 這個小型屬於compact的SUV compact的SUV 你去美國租車 你就會看到這個字 對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車 其實是比較入門款的 但是我們講說 現在Model X 就是當然很大 那要不要有一個小一點的 那我覺得Tesla 倒不是 你說Tesla這個消息 對於所謂Tesla粉來講 有令人很興奮嗎 我覺得他從一個角度就是說 我很多朋友都有去交 幾千塊美金去訂了 媽都水對不對 然後一直通知嘛 你會一直收到E-mail 一千塊 就是會一直往後延嘛 那當然他說 反正你交的錢沒關係 你到時候不要都可以退嘛 所以這沒數目了 但是有些人說他是真的要買啊 他就在等啊 那現在看起來 等的時間都遙遙無期 最近Mask也有講說 他這個車現在產能 已經到兩千台了 那產能兩千台呢 如果你要消化四十萬張訂單 也是 何年何月何日 才還得了這個就債啊 我覺得他至少要到變成 但是你說 算不完啊 那生產量 如果能夠到二十萬 其實已經很大了 就傳統車廠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尤其對一個新興車廠來講 那當然他現在有一個Model Y 那對消費者來講 尤其是除了美國以外的市場 他小一點的SUV 當然是會更受歡迎 那種大型的SUV 在台灣市場 或者在其他市場 他都是屬於比較 屬於Niche Market 他不是主流市場 所以有這個Model Y 那但是接下來就是 因為他 當然你現在有Model 3嘛 他車子的Size 然後把它變形成一個SUV 這也是很合理 但是我覺得Tesla呢 最大的挑戰應該是 他要把車做出來 對啊你交不出來 一切都白搭 那現在這個所謂 純電動化產品 這個級距 這個Size的 我覺得最強的 反正是Jaguar的i-Pace 對 這兩個未來可能放在 同個平台來做比較了 對 我覺得 但是i-Pace 是真的是有競爭力的 而且大家全球都在矚目嘛 因為像剛剛講的Tesla 它的產量 除非它有第二個工廠 像大家都說 中國會不會有 假如它中國有一個工廠的話 那對它的整個產銷的話來說 是有幫助 他這個車應該交給 要幾拍 他這個車應該交給郭台銘代工 對 對不對 這樣就快了 那這個就是大消息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不對 就是 郭董 就真的有開始可以代工汽車 那整個格局就不一樣 男儀金表第四小鵬汽車 你先讓他忙一陣子好不好 好啦 我們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特斯拉粉 會不會被滿足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許溝達粉可能要尖叫了 粉絲們 現在熱騰騰的是很多車媒在海外 正在試的是Car Rock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又一個新的殺手級的SUV 要進到台灣市場了 大家都說一定是供不應求 今天媒體在試駕 這台叫做Car Rock 大家都在猜車架了 請哪個 對啊 其實我過年天也要去試這台車 好開心喔 一點很特別的就是這個綠島 我們剛才聊到 你要跨過太平洋去試車 蠻特別的一個試車 從台東往太平洋方向過去 那今天是第一T4 今天很多人在試車 大家也好期待說 哇在車子裡面的配置 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這台車其實配置上 其實我們跟之前國外的 我們已經有國內美區國外試駕 那有看到 其實就是同VAG集團 目前你看得到的東西 儀量在Skoda上都有 那大家比較有印象 就是那個現在數位化虛擬的儀表 大家都好想要 不過有媒體有寫說 將來國內要 4月要上市的這台車 可能第一批還不會有數位化儀表 什麼 但是我覺得 可能就是總帶來一些成本策略 它想要 畢竟它車格是在椰體之上 體逛這個兄弟車之下 它介於這個中型SUV跟小型SUV的中間 蠻特別的一個幾句 那可能優點成本 想要來打一個漂亮的銷售 所以不但我覺得未來 希望是能夠有選配或是相關高規車型 加進去 然後搭配的像ACC AEB這樣 以及全車 酒氣囊 我相信應該都是Skoda一些標準的水準 事實上目前這部車子 因為我同時已經在綠島在試車了 據他們剛剛在說的 在現場 對 在介紹這部產品的時候 他很強調這部車子 它在安全上面 它是相當先進的 雖然這次試駕的車型 還沒有所有什麼ACC 什麼後方檢視都還沒放上去 但是未來一定會放上去 目前車廠對這部車子的車架的範圍 它口紅相當緊 還不願意發表 因為這部車子是5月17號 才在國內發表 可是他已經講了 這部車子的車架 大概是瞄準RV4以及CX5而來的 雖然車廠一直說 這部車子一定會比CR VR 這些現有的SV 來得要貴上一些 它是歐洲來的 但是以我們對這個Skoda 台灣Skoda這種相當有競爭 相當有這契竹性的品牌 他們已經想要導入的 一定是相當有競爭力的車款 而且目前這車型鎖定 原廠有四輪驅動 也有前輪驅動 當然國內以市場主流來說 一定會以前驅為主 然後主打安全 這樣子的組合之下 它的車架應該還是會相當有吸引力 應該是很漂亮的車架 今年它口風那麼緊 我一定要問神獸 爸爸哥 好啦 一定會比椰體 還要多一點 這個是它價格在上架 就是椰體跟提逛之間 但是提逛最入門 其實已經跑到 120左右 110頂頂 所以我認為它已經講了 它就告訴你 它給你報名牌 它就是Rawful跟 Vitao Vitao 對 這兩個車架就只有 它Rawful的 V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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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